大家好,今天来跨界一次 说一下刀朗的新歌《颠倒歌》里出现的几种植物 在这首歌中表达什么意思和意境 我保证全网没有对刀朗的歌里出现的植物有这么详细的解读的 我也看了其他一些博主的深度解读 他们文学方面解释了挺好的 但是当歌词中出现了很多植物 因为他们对植物不是特别的了解 就会揣摩出不同甚至从歌曲大意相反的意思 这首颠倒歌是收入在专辑《山歌料灾》里的 这部专辑主要是以山歌的形式去争扁实弊 这首颠倒歌也不例外 前面几句都比较好理解对吧 也比较通俗 说的大概意思是一种猪鼻子女插葱装相的这么一种现象 有的讽刺还是比较辛辣的 像扁桃种的比脑肥 就是扁桃体比脑子还大 就是没有脑子的意思的呗 紧接着后面的歌词 这世间的众生多么的繁杂 画也瞎呀 心也瞎 路也划呀 人也划 一不小心踩爸爸 表达的是一种作者被恶心到的一种无奈 就在这种无奈近乎绝望的时候 这首歌词风格突然一转 让人感觉有一种不着料的升华 彩碧莉呀 水呀 莱呀 树绍千呀 芙蓉花 这里就出现了两种植物 碧莉和芙蓉 碧莉是桑科绒鼠多年生攀原的藤本 我们也拍过 芙蓉这里指木芙蓉 因为是采 芙蓉与木墨 是木本的芙蓉 叫木芙蓉 它是锦蓉科木锦树多年生的灌木 或者是小桥木 两种植物的视频 我都拍过 感兴趣的呢 可以翻一下前面的视频 首先呢 彩碧莉呀 水呀 莱呀 树绍千呀 芙蓉花 是来自于屈原的 楚慈九歌香菌 其原文是 彩碧莉稀水中 千芙蓉稀木墨 歌词呢 为了顺口和押韵 做了一些口语化的修改 它是楚慈九歌香夫人的姊妹片 表达的意思是 一对爱恋的男女 香菌和香夫人 因为家国和实施的变故 无法重逢的 思念和悲伴的情境 其次啊 从主学角度解读一下 这几句歌词呢 我觉得会把这首歌的意境的 升华部分 理解得更透彻一点 有人问呢 古人为什么喜欢采 碧莉和芙蓉花呢 因为碧莉的果实 可以做凉粉了 木芙蓉花可以装饰 可以食用 也可以给布料染色 再次呢 碧莉和芙蓉花 在这首歌里是表达的什么意境呢 首先看碧莉啊 是比较喜欢潮湿阴冷的环境 像我今天拍的这个碧莉呢 就是在水边的 其实很多时候呢 碧莉是成长在水边 或者是带有瀑布的崖壁上 碧莉啊 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经常你们看那些 土房子老房子快要塌了 上面就会爬满碧莉这种藤本 所以碧莉的果实也叫鬼馒头 碧莉这种植物呢 就逐渐逐渐的被鬼神化了 后面一句树梢千纳芙蓉花 这里的签呢 意思是摘的意思 木芙蓉花我拍过 非常的漂亮 一日变三种颜色 也叫三变花美人面 木芙蓉呢 既实用又美好 两种植物呢 就演化成了 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 在水边采碧莉 在木芙蓉的树梢上采芙蓉花 形容很纯洁很美好 歌词的这两句呢 是承接上面几句无奈的一种生化 因为呢 虽然我看到了这些颠倒的造星事 但是我仍然对美好的愿望的追求 没有放弃表达作者的一种情操 但是后面几句呢 鲍古地里啊 一颗葱 装得比了棒锤大 苍蝇钻进了无缝的蛋 思想起来就采了一朵野菊花 就是啊 现实啊 还是很造星 最后一句思想起来 就采了一朵野菊花 野菊花呢 是范指菊科菊鼠 山野里常见的朴素的小野花 这里就俏皮的表达了自己 不同流合物的这样一种骨气 好了 啰嗦这么多 如果你对颠倒歌里出现的植物 有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一下 关注我 下一期解读 到老那个 豆蔻盒子里有关的植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